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舒 牛市人人都是股神 但是去到波动市或者熊市 很多人最后都会输很多钱 最近我都输了 不如听专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AI炒股 股价永远是会反映在消息上 那这就是一个efficient market 的一个 behavior 你的东西就是人都知道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 现在坊间很多人说用AI去炒 究竟如何炒 风险又高不高呢 如何教这些公司的人 会去开公司帮人 不自己躲起炒躲起赚呢 看这条片之前 记得like和shar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你以后就不会错过的影片了 坊间的AI炒股 通常都用过去1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去对比不同股票的图表 再去估计他们未来的趋势 好像玩福都亨那样 看看是否会历史重演 不过Philip就说 不是数据够多就一定准 反而越近的数据 估算将来的趋势机会就越大 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些不同的报道 去处理得到市场的行动 是怎样的 今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 在前几天是不可能会知道的 所以或者就是 明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也是不会知道 一样东西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股价永远反映在消息上面 不过当市场有这些消息的时候 已经有其他人早就知道 去到你看报纸 看电视 看财报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二手或者三手了 面对着这么不公明的资讯 AI就发挥最大优势 就是母情感 凭着一些在市场上 可以看到的数据 好像开市价 收市价 成交量 转收率 这些数据去做分析 其实呢 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已经 都算是赚到体同金 那我们 那时候呢 有很多idea 去generate or trade 因为已经有了自己 一个commercial building 在这里 这个commercial building 就变了一个office 这个office的时候 我想就是 找一些初创的投资项目 可以投资到一些实业那里 可以转型 在2016年的期间 就开始去找这些项目 直到2019年的时候 遇到现在的老板 他就跟我说 就说 喂 Philip 既然你这套东西 都是可以自己 找得到钱的 不如自己去搞 这个初创 那你说 别人的初创 那你始终都是 要靠别人 去发展回他们的事 不如自己去搞 那所以就在2019年的时候 就拍了现在的老板 那就是去开创 这个Chenex 这一间公司 每只股票 他们都花10万次以上运算 去分析数据 正所谓努力多一分 赢的机会 就多一分 Chenex 就靠着这些冷冰冰的数据 去帮客人赢钱 他们说有八成九成的机会 赚到钱 剩下一个一成 他们就会做一些 危险管理 令这些风险 尽量降低 提高赏算 去增加回报 那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 有一些 就是香港 很多人就说 喂 要上班 哪里的时间 看着事情 顺色万变 那他们就可以 就是说 全权手 委托我们 开一个户口 委托我们 就帮他们做一个 trading 是基于我们这个系统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喂 我都不知道这间是什么公司 喂 会不会出领证金 骗我们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和散户 签订一个协议 协议就是说 有两条线 一条线 我们叫做黄线 一条线是红线 黄线就是说 如果那个组织 是跌多个10% 那叫黄线 那我们 如果真的输多个10% 我们就会说 就是说 告诉散户 就是说 涉放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输10% 那他们会解释给散户 听的 那如果散户觉得OK 那便继续 那但如果跌到红线 我们设定一个红线 就是20% 那如果是跌低过20% 那我们就会自动 这个trading 那会不会帮他们做 这个管理的币 那我们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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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做到这个 10%至20% 那会给客户的 有钱有时间有能力 自己的钱 很应该操纵在自己手上 好像我输一样 自己钱自己输 但如果想赢钱 就要想想方法